- 散戶变单后跨出财富自由第一步 大家好我是Seddy小老师 欢迎回到散户进化论 台湾的本土疫情现在不断的扩大 导致股票市场也是笼罩了一层低气压 不过在这个时候 我们是不是可以逢低买进 找到一些布局的好机会呢 是不是可以去挑一些比较长远 可以适合存股的好标的呢 今天就在节目中来告诉大家 好的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不要忘记帮我们的频道 订阅按赞加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 那赶快来请教王博了 欢迎王博 Seddy好 同学们平安大家好 王博小档案 王健文 王博 北大气管系博士候选人 北大国际财务金融硕士 非凡 东森 三立 标访名师 大学讲师 证券分析师 期货分析师 净托理财规划 产业结构分析 法人筹码分析 公司营收分析 大家好 王博最近啊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真正的等到 止疊回稳之后 还可以去再投资一些比较好的商品 那在这个时间 是不是就是比较适合去买稳件的商品呢 好的 其实很多同学 这一阵子在王博的那个LINE里面 其实都问了好多的问题 那王博都能够解答 因为你有的问题真的 要看你自己的状况 对 每个状况不一样 每个状况不一样 然后能够解答就尽量的解答 然后有一个主题很好 有一个主题很多同学在问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主题就是说 台湾股票市场跌了 那如果我想要进场减便宜 然后如果我想要存股 我要怎么做 现在是好的时机点吗 好 那当然存股它可能 存股的那个所谓的那个同学 它可能什么 它可能其实从以前就开始存了 所以它不管是所谓的低成本 高成本它都有 那存股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说它希望有什么 有那个特别是退休的同学 它希望每年都会有那个 所谓高的股息 那现金回馈 现金回馈 因为我们现在放在银行 没什么理想 大概1% 很低啦 有的真的 足到1%对不对 你放个100万 你自己看看那个利息就有多少 好 那如果说跌下来了 然后股票的股价也跌下来了 然后它配的那个现金 是一样的 比方说啦 比方说它如果配5块 当初的股价是200块 它的殖利率只有2.5% 2.5% 但是如果什么 如果你配5块 现在股价剩100块 你的殖利率就拉到5%了 就往上升了 就往上升了 那有可能 有可能 你这个时候趁着跌 你去做一个所谓 存股的动作或低接的动作 你不只可以赚到股息 你还可以赚到价差 两者都接到了 对 所以这个就很重要 好 我觉得不是只有同学们有这种想法 因为太多同学 在王伯伦的line里面 就提到这个想法 这个这一点嘛 对对好 那我们把这个放大给同学们看 国泰金也这样想 国泰金它说 现在股票很便宜 它要进场 然后它要买什么 殖利率高的股票 好 除了国泰金这种想法之外 你可以发觉说 有些外资 有些外资 它就觉得台湾的殖利率高 殖利率高 它就把台湾的那个 所谓的平等往上升 大家看到的一个重点是什么 一个重点就是殖利率 对 那为什么这个时候 国泰金认为便宜 因为股价跌了 殖利率就高了 对很多股票跌了一大段 但是跌了一大段的时候 是不是代表说 它的低点已经到了 不见得啦 因为要看股票 看股票 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想法 可以那个操作的周期拉长一点 如果你是喜欢纯股的同学 或者说你喜欢低阶的同学 你不管从这个角度去思考 进可攻退可守 那我们来看下一页 我们来看下一页 好 那存股的一个过程当中 好 存股要怎么存 存股要怎么 存股的过程当中 你要考虑什么样的一个条件 还是真正适合可以拿来存股的标定 对对对 这个一定要放大给同学们看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很多同学他只想说 那我就是要高现金殖利率 有的现金殖利率啊 王博统计一份资料 现金殖利率高达百分之十啊 但是他可能什么 可能只有今年啊 他可能明年就掉下来 明年可能只剩下百分之一啊 就是每一年他的状况 其实都不太一样 对然后以后可能就不见得 会有这样的股息 所以我们除了考虑 所谓高殖利率之外 很重要是什么 很重要是说 你这间公司要营运 要非常的稳健 稳定成长 你才能够稳定的配息嘛 这个才值得你去存股 所以存股的条件 不应该只局限于高殖利率 以前人家跟你讲 高殖利率就适合存股 现在应该加一个条件说 你的营运要稳健 稳定成长 那我去统计一下 我去统计一下说 现金殖利率啊 台湾股票市场跌下来之后 股票股价跌下来之后 现在现金殖利率 超过百分之五的 有384家 蛮多的 非常多 到底要怎么挑呢 你知道非常多 而且现金殖利率 超过百分之三 已经有800家 这个比例也太多了 我只要看这个资料的时候 我自己就傻眼了 怎么会现金殖利率 超过百分之五的 384家 现金殖利超过百分之三的 有800家 那里面就有很多机会了 那当然我等一下会整理一份资料 给同学 那同学就可以看 那这份资料我也会放在 LINE里面 放在LINE里面 那同学你就自己看嘛 放在LINE里面自己看 有问题就问 那你了解这个存股的条件之后 就要来看一下指标股到底有什么 对对对 好 那如果说你对于股票 你比较没有办法有时间去经营 或者像我们有所谓专业的资讯 专专业的资料 专业的系统去整理的话 那你就可以去参考这个了 这是高股息的ETF 高股息的ETF 其实台湾有好几档 那我们就拿那个0056嘛 元大高股息来做一个 大家最熟悉的 对 那你也可以举一反三 举一反三是说 你也可以从其他高股息的ETF 我们去做筛选 那你看哦 之前如果高股息的 那个相关的那个报价一直往上 那是不是现金值利率就往下 对那现在跌下来了 跌下来了 那现金值利率就往上 就提高了嘛 刚才有举个例子给同学 所以你就可以从相关的那个 价格跟股息的那个相关关系里面 去找到机会 那当然也不是只有0056啦 还有其他的 你可以自己去看 那刚刚王伯讲的是不是就这张表格 对 其实不只这张表 这张表只是我整理出来 其实更完整的资料 因为其实太多了 没办法完全放上来 所以各位同学如果想要知道 一定要赶快加到王伯的LINE群组里面 才可以知道 真正的这些秘星到底有哪些 好 我跟你讲 Sandy讲的没有错 这是我整理出来 其实整份完整的资料没有那么少 所以你加入LINE里面你就自己看 然后你的掌握的资料越多 当你要用的时候你就会更清楚 我们把这张图表放大给同学们看就很清楚 我从相关比较什么 比较稳定的一个相关的股价的表现里面 因为你纯股有时候你怕破洞太大 股价破洞太大 其实我就抓产业龙头股 金共股股立即成长股 然后今天我们会就这个内容去做所谓的解说分析 当然如果说你想要其他的更详细的资料在那里面 好 你可以发觉说你看像台尼雅尼 它的那个现金值率在今年都有6.8% 很高 很高 非常高 然后你存在银行当然没有那么多 然后有很多同学 很多同学特别是退休的 或者是说有一些小资组 就比较走保守路线的 他会存什么 他会存金控 他会存金融股 你去看嘛 国泰金的现金值利率有百分之4.6% 你说那个开发金的值利率百分之4.56% 你可以发觉说金控股这一块 其实值利率都将近百分之3.8%到4.5% 甚至百分之5 对 也就是说当你在操作的过程当中 你要存骨骼你要考虑得很多 所以这份资料是我初步整理出来 就是说要在这个节目里面 跟同学们分享 但是完整的资料 我刚才提到完整资料 在那里面你自己看 有问题就问 大家一定要记得去加王博的LINE AT 好的那一样带来看一下相关的指标股 华欣这一颗 好 华欣这档股票其实也是产业的龙头 那今年股价突然这样涨 很重要的一块就是 铜的报价一直涨 铜的报价一直涨 它有低价的铜库存 好 可是如果你说先撇开之前的飙涨 先撇开之前的飙涨 其实我们去看一下 近五年华欣 华欣的平均的现金殖利率 高达百分之4.86% 也不低 很高了啦 百分之4.86% 对不对 非常高了啦 比你存在已经刚好 当然啦 然后你要注意一个重点就是 其实华欣其实有点像控股公司 因为你看嘛 那个它的华欣立华集团嘛 你看华欣科也是他的子公司 汉宇博的也是他的子公司 华东也是他的子公司 那你想想看啊 这些子公司如果获利好 然后一样嘛 它配现金的时候 当然华欣就受贵 它会回到母公司了 对所以它除了本业之外 本业之外 其实它业外的收益也不错 所以它才能够维持 维持那个这五年来 平均的那个现金殖利率 可以来到百分之4.86% 所以我觉得股价跌下来的 同学也可以注意这些产业龙头 其实股价跌下来 也不用到真正太担心 因为有其他地方 可以去找寻它的机会 对对对 我觉得这就是给同学们一个 一个一个 所谓思考的一个方向 举一反三号 除了华欣之外 很多同学们在问的就是进控股 其实我整理完这份资料之外 之后了 整理完这份资料之后 我觉得有些金控股 金融股还不错 之前没有想到的 没有想到它表现这么好 因为以前我们比较习惯 操作那个 像去年我们做那个什么台积电 偏向电子类股 对我们去年做台积电 那个时候不是 跟同学讲说 跟着台积电赚年终 台积电用400多 涨到600多 然后我们做IC设计 IC设计联勇 对不对 也涨了一倍 对 其实有达15块跟同学讲 后来涨到多少 对不对 但是你现在不是 你现在操作 你现在的逻辑 已经不是之前 之前那个在操作科技股的逻辑 我们要换一个方向去思考 对因为 现在在1万7 1万6 跌下来之后 如果你要存股 你要低接 你要稳健 你要怎么想 好 那这是赵丰金 我想很多同学 也在王博奈里面问赵丰金 其实赵丰金 近五年的平均殖利率 你没有看错 因为它高达百分之五点三二 它比刚刚花钱还更高 对 百分之五点三二 一百块 就是每年大概就还给你五块 很高 那为什么赵丰金 它会有那么高的现金殖利率 为什么 因为它的最大股东是财政部 对你看 看我们的一个赏户进化论节目 你就知道 为什么 因为国家需要钱的时候 它就会从它的那个相关的投资里面 去要钱嘛 所以相对的赵丰金 它的值率不可能低 不可能低 所以国家要钱 财政部要钱的时候 你就给我配过来 所以其实 从赵丰金的角度 因为它最大的股东是 所谓的财政部 还有国发基金 所以它从另外的角度 它也是关股 对 也是国家在支持它 那我觉得 我觉得你可以看 从这个角度来看 其实你看赵丰金的股价 其实都蛮稳定的 然后该配息的时候 高配息的时候 其实都还不错 就是一个不会倒的股票 对 其实赵丰金以前是 中国国际商业跟交通营行合并 是哦 其实台湾的很多外汇的 那个所谓的那个金融机构 都是来自它 都是来自它 其实它是央行指定 央行指定美元欧元 还有澳币的清算行 所以它其实在台湾里面 它有一个所谓产业 特殊的产业地位在 它的脚步已经站得非常稳 对 再加上就是说 大股东就是财政部 财政部 反正我要钱的时候 你就把钱拿过来 所以这也是一个思考逻辑 那公司 能够稳健的经营 然后又有高配息 这也是一个思考方向 好 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档金控股 这也很多同学在问 是中信金 对很多同学之前在问 所谓的国泰金 很多同学在问富邦金 那个股价好像稍微拉高了 所以同学说 有没有比较低价的金控股可以注意 除了兆风金之外 就是这一档 我觉得可以注意中信金 中信金这五年来 最低喔 最低的现金值利率是百分之4.63 最低喔 最低 也就是说 最低有4% 对 它虽然没有平均值利率没有兆风金高 但是它每年100块 至少都配4块6给你 就很稳定嘛 很稳定 那中信金它的优势就是说 其实它是整个商品 它是整个通路 金控的通路 它是整个整合在一起 所以它是全通路行销整合 那另外 大家有在谈那个就是 Night Pay卡 Night Pay卡其实是神卡 对对对 当然信用卡应该很多人都有 神卡 那个已经将近400万张了 所以这应该是 台湾那个信用卡的一个 那个相关高的一个 一个发卡的一个记录 所以我觉得啦 如果说你要稳定 然后你要高现金值利 这是一个方向 那当然 我刚刚有跟Sandy有提到 因为这是从资料里面 浓缩出来之后 提供给大家做节目的分析 我只是拿出三档来做一个举例 但是如果你想要一个完整的资料 完整资料 我想你就在LINE里面自己看 我想那份资料相当的多 那你就可以怎么样 从里面找到你适合你的 喜欢的 对适合你的 你去做所谓的存股 或者是低接 因为搞不好 你现在低接 也有加他可以做 对啊 对好的 那么各位同学 其实如果遇到像现代的台湾的这个大盘呢 他不断的上下 不断震荡的时候该怎么办 其实不用害怕 我们就可以去找一些 企业的股票是不是有高指利率 再加上他的公司营运是否稳健 如果符合这两点 就代表是可以适合存股的好标的哦 好的那么各位同学 如果还有任何的问题 一定要赶快加入 王博的LINE里面 还有想要得到刚刚的那档完整的表格吗 一定就要赶快加入王博的LINE 是小鼠GOD988 要你有任何的问题 王博都会给你最详尽的回复与建议 好的那么各位同学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不要忘记帮我们的频道 订阅按赞加分享 我们再次谢谢王博精彩的讲解了 好谢谢Sandy 谢谢同学 谢谢大家 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